熱定費 保證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世衛機上河 08-09-096-111 08-09-096-111 現實優惠 先搶精靈 TypeNet YourNet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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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再送數位機上河 現在就換 北都數位有限電視 08-09-096-111 早尿身辦更多優惠喔 全國東廟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中 即時節盤節目 又到你我香味30分鐘的一個節目 面對台股 目前在整理一個架構 不曉得如何布局的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現場的扣印專線 當然也是開放省 025825266 再次為你服務 30分鐘的一個時間 那這禮拜你可以看到 全球股市 都是一個打底整理的過程 就是在打底啦 你看台股 來回的震盪 來回的震盪 這是一個打底期 那指數的空間不會太大 所以不用去理會 大盤怎麼走 因為它就是上上下下 那大陸盤勢也是一樣 大陸股市 它是不是在打底 很明顯嘛 所以現階段的一個操作 不用太在意 對指數的上上下下 因為它的來回震盪 就是在洗盤 就在一個阻底 那重點是懸股 重點是怎麼低進高出 這樣比較實在 所以對整個一個現階段 包括美國盤也是一樣 美國盤一樣是 倒窮啊 或是科技股 都是在一個震盪 打底的過程 所以指數 對同樣的一個操作來講 其實 你不用太在意 如果你要在意的是 把握一個重點 幾漲幾跌反向操作 當大盤 盤中在底的時候 布局一些股票 你會得到一個 不錯的一個效益 因為在整理的過程 有些股票 會足以的竄出頭來 這我們很肯定 告訴你的一個動作嘛 所以今天大盤數漲4點 呈現量560億 所以今天是一個量說 整理啊 這還是整理盤 好不好 今天成量不會太 沒有很大嘛 所以 還是個股表現的一個架構啦 那今天 這一檔終於 盤中來到201.5 對 殺下來 那同樣 今天這一檔終於盤中 201.5 差一塊錢就跌停板 所以賣股票是不是很重要 我們對於這檔終於的籌碼面 掌握得相當清楚 所以每次的一個賣點 我們都有帶你賣哦 那 昨天 有一些同朋友 打電話線來問終於 有套牢的問題 我知道 因為你跟著其他老師嘛 對 買在一個相對高點啊 我 這禮拜賣在252 你們老師 帶你買在252 這樣對 絕對不對嘛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邊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不管是買還是賣 你都可以全程的來掌握 苗栗的一個張太太你好 張太太 老師 我建亞74塊買的 現在跌下來了怎麼辦啊 建亞買在74 對 好 我來看一下這檔生計股 那建亞這檔股票 那因為他轉投資新月生計 那他即將登入新櫃 所以 這一波 他有一點似乎是 因為新月即將登上新櫃 炒作了一個題材而已啊 那生計股的一個建亞 我之前操作了 兩三趟 那我都讓 那會安全的獲利下車 那這一趟我當然沒操作啦 這一趟我沒有操作 但是如果這位同友 你因為他的一個轉投資 就是新月生計 即將登新櫃去追在74塊錢的 那今天65塊錢 那怎麼辦 今天你可以稍微按捺一下 也就是說你今天先不要殺低 好不好 但是板彈上來 下禮拜板彈上來 記者要站在賣幫 如果你買在74塊錢的 有機會看到 我只能跟你說有機會看到七字頭啦 但74塊錢 恐怕短期直接沒辦法讓你解套 這是我對於他短線的一個看法 以及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所以股票千萬不要漲了再去追 對不對 你這樣買在74 你會討到任何便利嗎 沒有啊 中英也是一樣啊 每次的賣點我都告訴你 就是希望同友 你操作一檔股票可以全身而退 因為買股票大家都很會買 買不停 因為都希望賺漲停板啦 但是一檔股票不管你有沒有賺錢 要不要停利 或是你賠錢要不要停損 會不會賣真的差很多啦 所以這檔生技股中影 我們如何操作的 每次的賣點我都拿出訊息來跟你對時對價 12月23號 因為昨天有一位同友買在27級的嘛 所以我把12月23號 這個賣點再度拿出來跟同友印證啦 我們如何在12月23號270 先賣一趟 因為攻擊量不夠 所以這個時間 9點14分 這個價位270以上 就是我們當時候發給會的訊息啊 當時候9點14分 股價在幾塊錢27啊 同友對時對價 270保證一定賣得掉 23號啊 賣 賣 賣完之後股價有打下來對不對 打到248我有機會 彈上去31號 257賣 因為這個叫反壓 31號我257還是賣啊 是賣完之後 打到23代再度的結毀嘛 那1月12號 你看到什麼現象 這個反壓5天轉折該過不過 251還是要賣 1月12號251我還是站在賣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每次的動作 很乾淨俐落 我不喜歡拖泥帶水 操作股票 不管是買還是買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如果有 我相信你是一個頂尖的一個操盤手啊 你不用跟任何分析師來操作 因為你自己有很財情很厲害嘛 但是如果到今天為止 你操作的一個態度上面 都是在賣點猶豫不決 漲了一波 不懂得要停利 或跌下來不曉得要停損 結果你滿手都套了股票啊 越套越多啊 那為什麼你都越套越多 你沒有發現到一個重點嗎 你都不會賣啊 你就是都不能賣嘛 所以這場綜藝 我在1月12號 反壓沒有過還是賣 你不賣就跌下來啊 是不是殺下來 所以13號 232再度一個機會啊 因為低點支撐有手啊 所以在13號232機會 漲到240 14號 開低走高243我沒有賣 上禮拜五 跳空過反壓還是沒有賣嘛 因為轉強嘛 所以上禮拜五的一個 終於來到256啊 跳空過反壓 反壓變支撐嘛 所以在禮拜 當他盤中回檔 來到21 我又回撤之撐 站在買幫啊 沒有錯吧 禮拜一盤中急殺哦 殺到21哦 回撤之撐站在買幫 禮拜二 彈上去來到256 我說表現平平 有點差強能力 為什麼 上禮拜五的高點 是不是256 我沒有賣 那這禮拜二 彈到256 有沒有過短線的高點 最高還是256啊 所以短線的高點沒辦法過 所以禮拜二 先賣再說 禮拜二的終於 9.53分 前天高點就是禮拜五 上禮拜五嘛 沒辦法過嘛 252附近賣出 9.53分 你收到我訊息掛252 你可以賣在253附近啦 因為經過四分鐘 9.57分 股價在253 你去對時對價 252保證一定賣得掉 禮拜二 這個賣點 再度的印證 我是會帶會賣股票的 有沒有賣對 禮拜二賣完之後 首版還收250了 那禮拜三呢 227.5了 禮拜四呢 221了 252到221 差了30塊錢耶 你買個30張 差了30萬 那昨天的終於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它已經轉落了 除非它出現指跌訊號 才可以做接回的動作 為什麼 當這一道 所謂的一個支撐 再度的成為反壓 你該何去何從 如果你手中有終於的 代表它轉落了嘛 所以我昨天在 禮拜四的盤中節目已經告訴過你了 它目前轉落了 我甚至可能不接回了 所以你有終於的 該怎麼處理 你昨天要記得打電話進來啊 除非它出現指跌訊號 我才會接回 這我昨天 盤中已經告訴你的一個策略嘛 所以整個終於 昨天真的有一些投票 它有跟其他老師買在250級的啦 那我也不方便 點名是哪一位分析師 去追高 那追高的過程 當然到昨天為止 它是賠錢的嘛 對到昨天 221啊 買個10張賠了30萬嘛 那 今天該怎麼處理 今天該怎麼處理 找盤要不要賣 這一檔終於 我在9點22分 今天禮拜五啊 告訴新會員 手中持有的哦 昨天來參加會員的 這些新會員手中持有的 225附近賣出 9點22分 9點22分 終於股價下幾塊錢 225 同樣你自己對時對價 225 你昨天來找我的 我今天一樣帶你拔檔 因為它已經轉落了 轉落了 除非它有指跌訊號 我才會接回 那就一個短線的一個操作 你現在有套牢 沒有關係 短線的一個高點 該賣你是先賣 你先全身而退 先資金保留下來嘛 等到它出現指跌訊號 有更便宜的位置讓你承接 我會通知你 所以今天找盤 我告訴昨天參加的新會員 225賣 225賣啊 同樣如果不賣 今天最低 201耶 201耶 早盤 225 帶他們賣的 還是賣啊 不賣 今天最低 201啊 10張差了24萬耶 昨天來參加的新會員 有人是買30張的哦 我帶他賣225哦 對有賣之後 你知道這個會員多高興嗎 多開心嗎 馬上打電話進來 清隆老師 我要參加你的尊榮會員 馬上就升級了 因為光是30張的一個綜藝 今天我讓他少賠多少錢 60幾萬 將近70萬 這是我昨天已經告訴過你的 出現問題要馬上解決 不要駝鳥心態 埋在沙堆 那對你的操作結果 絕對不是正面幫助的 所以台股今天 談個 70幾點 這檔終於 目前還是弱勢型態 所以 我到現在上節目 沒有機會啦 我可以跟你講啊 因為我找盤告訴新會員 昨天打電話進來的 這些新會員 225還是賣 225還是賣 這個建議真的是非常的棒 你自己去看一下 這個建議找盤賣 有沒有賣真的差很多 所以同樣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第二個階段 再接聽你們的call in電話 休息一下 再回來 。 找來 請用 五分之 吹氣 eher 請用控氣 無分之 無分之 不好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数位机上盒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 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 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 需要帮忙的地方 现场的空气专线 当然是开放者 02-5582-5266 02-5582-5266 在此为你服务 大概剩不到15分钟的时间 有问题自己卡在外 否则问题越拖 是越难处理啦 这是一个股票市场上 很现实的一个地方 所以今天大盘指数呢 不错 表现涨了 目前涨了八十几点 那就是一个来回震荡 大盘指数在足底啦 那全球股市也是同样 美国盘大陆盘 也是都在足底 那足底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指数的空间 不用太在意 但是个股的表现 差异度就会出来 把握清隆老师所带给你 价值型投资概念股票 你跟我低点来买 高点拔档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利润 出来 这一档建汉 1月7号 洪家军物联网概念股票 我们提供给你啦 当时候我是盖起来 对不对 我把它盖起来啦 保护会有你的权益嘛 那上你1月7号 当时我怎么分析 两个面向来分析它的后市 跟大盘比较 当时大盘连续三根黑黑棒 渐烂了连续三根红黑棒 第二重点 出现新电量 一量先价型的概念 新电量代表还有高点 所以呢 第一个时间点要跟我买 1月7号 当时最低16.6 隔天1月8号 大涨4.7% 大涨喔 对 拉出中长红 连续四根红黑棒 渐烂啊 来到17.9嘛 那到昨天 你可以看到 一开盘 就亮灯涨停盘 昨天最强的股票 在我家 这一档渐烂 因为昨天一开盘 大盘指数没有很漂亮 但是渐烂是 台股1000多当股票里面 第一个工涨停的 第一个工涨停的 就是我们家的股票 渐烂 这是我们普通会员的一个持股啦 那普通会员的一个持 的人数当然是最多啊 所以去探听一下 去问一下 我们是如何把渐烂布局 赚到昨天这样一根涨停盘啊 你看看昨天礼拜四 工涨停嘛 那在礼拜四之前 如果你没有买 你怎么买得到渐烂 你看看这个礼拜三 一月二十号 礼拜三嘛 普通会员的传真稿啊 渐烂 就是其中一档嘛 做多啊 是不是 现在你做空 容易赚到钱嘛 好像不容易赚 对不对 但你跟我一起来做多呢 这一档渐烂 当时候在低档区啊 对 用量先价型的概念 来告诉你这一档物联丸股票 有高点嘛 隔天涨了4.78 昨天一开门就工涨停了 我选的股票就是那么棒 那么机油啦 才会马上工涨停啊 那不是 就是这样操作一档股票啊 所以整个渐烂呢 今天目前呢 股价来到破断新高啊 也不错嘛 代表 所有的普通会员 大家都贪钱的 那不是 谁说我对普通会员 照顾的比较少 昨天最强的股票就是 渐烂这档普通会员的持股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对会员 一视同仁 不然你今天参加我普通会员啦 特別会员啦 尊容会员 都是同样 同等的照顾 我的心意 我的一个心态 就是对每一位会员的资金 同等的一个照顾 选对好一档股票 低档买高档出啦 只是说因为参加每一个等级的会员 你的资金规模不一样 所以你们股票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所以就今天台股 今天上涨的一个状态 同样应该会比较宽心啦 会比较安心啦 但是今天的一个终于 杀到怪滴滴板嘛 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 他已经转落了啦 所以我不轻易的 再度的把它做接回的动作 所以到昨天为止啊 对这一档终于 好几位同票打电话进来问 跟了其他老师啊 买在250几的怎么办 今天255还是卖 因为他已经呈现弱势了 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嘛 这一道又变成反压了嘛 已经呈现弱势啦 所以今天弹上来还是卖啊 弹上来嘛 这叫压力嘛 谈到225还是卖啊 所以新会员 对不管你跟谁买的 今天225附近卖出啊 这是我们对新会员的动作 因为我们在之前 就已经带会员卖在252了嘛 是不是 所以昨天参加的这些新会员 你225赶快卖吧 赶快卖啊 9点22分马上通知你们嘛 告诉你们225卖啊 9点22分终于在25啊 你自己对时对价 225赶快卖 你不卖今天杀到怪蹄蹄版 201.5耶 如果你有10张 你跟我卖在25 当你看到它跌到201 差几块钱 差了20几万耶 所以同样你还认为 清隆老师的费费比较贵吗 好的绩效 证明一切 没有绩效 再便宜的费费对你来讲 都是负担啊 因为会让你赔更多啊 但是我让你损失降低耶 利润你一定看得到啊 所以当终于这档股票 目前短期走落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用着墨太深嘛 那资金怎么运用 资金怎么运用 这档股票 我在礼拜二有告诉过你 12月营收新高 好 它领先大盘逐出一个双底 筹码很稳啊 融资余额再低档 好不好 融资余额再低档 这档股票 抢不抢 今天这档股票大涨耶 今天这档股票大涨耶 你知道吗 礼拜二我提醒你嘛 买这种领先大盘逐出双底的一个架构 一个形态的机油股啊 因为12月营收新高啊 筹码很漂亮啊 对被洗得很干净啊 所以要会买 买了今天就会拉出中长虹啊 礼拜二在这边啊 礼拜二在这边啊 我礼拜三礼拜四还告诉会员可以买啊 你已经看到股民了吧 对哪一档 2062的乔村 礼拜二 这么棒的基本面 这么棒的一个筹码面 双底的形态 你要不要跟我布局 在前两天啊 当他回档啊 你看看礼拜三的乔村 他跌耶 跌我告诉会员买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实力啊 礼拜三那个乔村11点40分 12月营收新高嘛 融资低筹码稳嘛 没有错吧 我礼拜二就跟你提示过啦 乔村啊 乔回档 乔回档 42.6以下买 11点40分 告诉会员喔 经过一分钟股价 再几位前 42.5啊 同样你自己对时对价 42.6一定买得到 可以买在42.5附近 我乔礼拜三乔村回档的时候 买 这是低风险的一个操作 有没有赚到钱 你看今天乔村你就知道了嘛 今天大涨啊 这谁的股票 这是我们家的股票啊 礼拜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足出一个双底 比大盘漂亮 大盘现在也可能在打底啦 不管是双底还是三重底啊 所以乔村比大盘强啊 领先足底的一档机油股啊 礼拜二提示给你啊 那礼拜三礼拜四 没什么动啊 那是不是要买 有没有买 礼拜三的乔村有没有买 逢低层接啊 跌到平板以下我站在买方 你敢吗 有没有 你敢这样反向操作吗 一档股票看好它未来走势 跌下要敢布局啊 所以礼拜三的乔村买啊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礼拜二 乔村的股价 当时候几块钱 最低41.8啊 这么棒的基本面 这么棒的筹码面 你礼拜三跟我买 今天 今天它强不强 涨了7%啊 这是我们会人持股啊 所以对现在的一个动作 很多档的机油股 你要跟我一起来承接啊 包括今天的逸光 连续洗盘三天啊 我告诉大家 下礼拜容易上涨 49以下买进 11.55分 当时股价是不是跌下来 今天逸光跌下来 我站在买方啊 49要会买 平板以下全收了 现在有没有拉高 来到51.3 你今天跟我买49块钱的一光 马上赚2块多啊 这是我今天低接的一个操作啊 所以还是要提醒你 大盘虽然在整理 蔡老师所介绍的一个价值型 投资概念股票 有低点 赶快来跟我布局 这一档12云收新高 年成长率高达64%的 礼拜二告诉你 形态突破是一个买点 他筹码一样很稳 礼拜三 黑鸡棒 倒不过 回测支撑 站在买方 礼拜三他跌下来 我告诉你 买 礼拜四呢 他马上红黑鸡 礼拜三买黑鸡棒 礼拜四收红 马上赚钱 今天这档股票 再度的来到波段新高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行情 你还不想要如何操作的 欢迎你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明天见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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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下专线 明天见 278101909 278101909 02 278102 车轮精细的科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答头顾 022781 0909 022781 0909 022781 0909